一载金城 一载金城古称为安平大炮台或二昆生炮台 是为了对抗因牡丹社事件而泛台的日本军队所建造的 于西元1876年完工 目前已经被列为国家一级古积 所谓的二昆生即是昔日罗列在台江西岸的沙洲岛民 当时安平古堡位于一昆生 一载金城位于二昆生 后来因为港口淤积 所以沙洲也就慢慢地连在一起了 一载金城的正门入口是依红砖砌造的矩形城门 中央用圆拱形的隧道式城门洞连通城内 以前门外是以木桥跨越护城河 木桥靠城门的一段采用悬吊式桥板 平时供补给通行使用 如果育有状况 只要将桥板升起 便能拖延敌人攻击 而城门上神宝针提款的 一载金城四字 刚净有力的笔触 更衬托出城堡的古若金汤 从建筑形制上来说 一载金城属于西洋冷宝式的方形炮台 会在四鱼突出的冷宝上头放置大炮 城堡比周围环境高 立于城内士兵观察外敌动向 内侧向内凹 以便枪队在此防御 已经侵犯到近处的敌人 而城墙外围呈45度倾斜 周围有护城河围绕 是为了防止敌人攀登土源 中央平坦宽阔的空地 则是用来操练军队的场所 一载金城的炮台 曾一度毁损而荒废 在被列为俯成名胜之一后 进行了大规模整修 它不仅是台湾第一座现代化西式炮台 也是全台第一座配备 英国阿姆斯状大炮的炮台 形制完备 规模宏大 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性地位 可说是台湾南北炮台中 划时代的里程碑 如今占地约三公顷的异载金城 以不具备领海的防御功能 而转变为防谷休闲圣地之一 有空不妨可以来这里走一走 一起在谷炮台中寻找历史的足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